我們看多選第一題 題目是這樣 它說θ是0-45度 然後可以sin加cos5 求下面選項 這題主要要考試之前的乘法公式 配置三角函數問題 這邊多一個條件 0-45度 0-45度的話 sinθ是小於cosc 所以這邊有個條件在這邊 隱含的 這邊要先注意一下 先寫旁邊 等一下可能會用到 我們看A選項 為了擺麵方便 等一下解題裡面 我把sine全部用s寫 cosc取代 tansiont取代 因為我們必須在裡面全部寫完 空間比較小 那如果用手機看的會比較不清楚 所以目前sine加cos等於四分之五 我寫s加c等於四分之五 那第一題的話 我要從s加c 變成sinecos相乘 就變成sc相乘 那這邊利用的話 是乘法公式的乘平方 兩邊給他取平方以後 在乘法公式裡面 左邊 s加c的平方可以寫成 變成s平方加c的平方 加上兩倍相乘的2sc 然後這2sc就是我要的 2sc 那右邊給他取平方下來 會變成呢 16分之25 16分之25 然後再來呢 我們有一個平方關係是 是不是sine平方 加sine平方會等於1 所以這邊可以換掉 所以變成1加上2sc 等於16分之25 那我要求的sc 可以出來了嘛 就是sin跟cos 就2sc等於16分之9 那我們要求的sin cos的相乘就出來了 把這2除過去 是32分之9 答案出來 所以a選項要選 a是對的 OK 那看b選項 他要求sin-cos 是多少 那這邊的話一樣 我要利用乘法公式 在這邊sin-cos的平方 是不是有 sin-cos的平方 加cos的平方 減掉2sin 那我要求的東西 雖然我不能直接求出來 但是我可以利用這個 平方的公式裡面 我可以建議先求出 sin-cos的平方 原因是因為 這邊平方以後 是不是sin-cos的平方 這是我們的平方關係 是等於1 那sin-cos 是剛剛算出來 是不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是 我們先求出 sin-cos的平方 再今天求出 sin-cos 好 那我們來寫下 sin-cos 3平方加 1 然後減掉2倍的 2倍的sin-cos 就是16分之9 就是這裡 2sc等於16分之9 直接套進來 等於16分之7 好 再強調一下 它算出來是平方的 可是我們是先求出平方 那我們建議再求出 sin-cos 好 那求出來的話 應該是去平方 要加 開更號 加正負喔 正負更號 16分之7 好在這邊的話 題目有加一題 它是0到45度 sin-cos 因為sin比 cos小 所以sin-cos會變怎樣 變負喔 因為sin小於cos 好 sin小於cos 所以相減是負的 加強調相減負的 所以這裡有個小陷阱 所以是負更號 16分之7 然後我們化解 分母有體化變成4 所以變成-4分之7 那這時候 B選項喔 它是不是少個負號 B是錯的 化掉 好我們看C選項 它要求tang加1分之1 我們把tang捏 換成sin除以cos 這叫上數的關係 那同樣 tang1分之1 我是不是導數嗎 這兩個導數的關係 就變口號除以sin 就是3分之cos 好我們把上面的先轉成這個 那再來的話 通分 我們讓分母 都變成sin 可外相乘 那這邊怎麼做的話 是不是上下都乘s 那這邊怎麼做的話 是不是上乘c 那這樣分母 是不是變成 這邊s、sc 是不是都變成一樣 那就變成s平方加c平方 好 那再來 sin平方就可外平方 是不是平方的關係 是不是等於1 那 上一口 sin是不是留下來 好 那這個分母啊 剛好是不是第一題的答案 所以我們直接把第一題答案帶過來 他是把第一題的方式取分之1 所以代表是取倒數的意思 所以是上下點倒 就變9分之32 所以原本是32分之9 他就變9分之32 所以答案出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 C選項 一樣 所以C選項是對的 C要選 好 那豬選項問 sin平方的可外平方 等於多少 那這題根本不用算啊 這不是平方關係 基本性質 等於1啊 所以這個啊 豬選項明顯錯誤 豬畫掉 那最後要問的是 sin平減cos平 sin平方減可外平方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平方x的公式 我想要一樣換成 我們現在代號 s跟c 那變成s-c平方 變成s加c 乘上s-c 平方x 平方相減 會等於相加 乘上他們分別相減 那顯然這樣的話 這個s加c 不是題目給的條件嗎 那s-c 不就是我們 B選項算出來的值嗎 所以我們把它填入 所以變4分之5 乘上-4分之7 所以答案出來了 變成-16分之5-7 OK 好 那這題答案選 ac